歡迎來到這裡 新聞現場 我們的節目啊 昨天獨家披露的陳志忠 寫給他美國這個代理律師的這個信 昨天本來擔心說這個信是真的還假的 陳志忠跟特診所都印證已經是真的 不過陳志忠說是不是有在炒作新聞 要告胡宗信 胡大哥 等一下我們請胡大哥來做一個 進一步的說明跟回應 另外呢 旺旺中時民調最新調查 欸 順章竟然已經追上郝龍斌了 今天市政府出來講 他們另外一位民調 贏了17個百分點 更重要他們透露一個信息 他們做了民調之後發現 蘇尊昌一直在往上走 然後呢 蔡英文是比較平盤的 所以他們一直長久的假想敵 都是蘇尊昌 真的是這樣嗎 等一下我們好好來討論一下 那現在現場五位貴賓 第一是昨天披露這個獨家新聞的 胡宗信 胡大哥 七哥 大家好 第一是這位立法委員 還是議政行政院清委會主委 也是我們民調專家 黃德虎 黃老師 七哥好 大家 麥幾位律師文 台北市議員 宿如 七哥好 大家好 還有我們的司法專家 易鴻 大家好 知識媒體人 憲鴻 來 我們先來看 昨天我們披露了這封信的時候 我們還做了很多的比對 今天包括特徵組都說他是真的 陳聰也默認啊 可是他說竟然要告 怎麼回事 來 我們看一下 讓他是把一些舊有的資料 當成新的市政 拿出來冷飯重草 混淆社會的視聽 我覺得這個心態是很可異啦 手段也是非常的卑劣 這些資料我們都已經有跟特徵組一無一時的說明過了 那也做成正式的筆錄啊 所以客觀的證據會說謊嘛 這個部分是絕對可以經得起大家的檢驗的 這是你的筆跡嗎 確實是您寫的嗎 我想我已經強調過了 虎大哥 這個筆跡他還不大厭力去印證 不過他講了 他等於是城鎮有這個事嘛 可是他說他要告你啊 對於貪污犯我是不回應的 我向人民報告就好了 第一點 我今天接到非常多立法委員 來跟我索取這封信 以及後續的資料 我強調後續資料 他們即將在 在2月22日立法院開議以後 他們即將針對新任檢察總長 黃世民的任命問題 這些立法委員必然地把周公信 及後續的資料 我強調後續資料 在立法院提出質詢 第二點 也有若干人士即將前往特徵組告發城市中 這件事我三個月前我就拿到這個資料 我在你節目上就預告過了 賴蘇魯委員可以證明 我為什麼不提出來 我要強調我這份資料 絕對不是來自特徵組的 因為我不希望影響整個特徵組的進行 我高度尊重特徵組 所以我不希望進行是等到這個 起訴以後我才提出來了 當然這件事情我昨天提出來 各種媒體披露 這是一個在政論節目可受公平之事 有沒有構成誹謗 陳家 總共過去告我七個官司 我七個官書 不是勝訴 就是不起訴處分 我今天關心的是幾點 第一點 這個密函有沒有構成 串供 淹密證據 是不是具體作為 第二點 我昨天強調一般人忽略了 替陳志忠在美國洗錢的人 已經被美國警方擠壓了 你說他寫信的這個律師現在也是被收押的 我再補一點 特徵組也知道這回事 透過台美司法付出 我所講的都是有根據的 好我做論述以後 我回到我的媒體人的身份 我只想知道事實的真相是什麼 前南韓總統盧太宇被南韓檢方花了12年 才把他在主要是美國 換算新台幣70億的資產會回南韓 我只是想瞭解 到底陳家 陳志忠名下Pexus公司 在美國換算有多少新台幣的資產 這是我提出舉發的最主要目的 來我們問一下律師 你從這封信裡面到底看到什麼 辦完了嗎 真的是一個舊的案子嗎 其實我覺得 其實針對剛剛陳志忠的一個回應 他覺得說是冷飯熱草 他沒有去否認 應該認為說這個筆跡就是他的 那如果從這個密函的一個內容來看 我覺得有三點 第一點表示他在美國是有很多資產 我們再配合幾乎四十七頁裡面的一個內容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他的確是有資產 第二點我們知道說陳志忠的心情 他是擔心的是害怕的 被人家知道說他在美國有資產這件事情 第三點他是在跟他的代為處理的 可能就是那個律師去希望說 是不是能夠把他處理掉 甚至於說不要告訴別人 這個從這個信函裡面可以看出來 但是我覺得比較可疑的部分 是在特徵組的部分 我們當然還記得 我也經常在電視上節目幫 吳錦茂來聲冤 吳錦茂也涉及洗錢 但是他被羈押了五十三天 可是陳志忠如果有涉及 特徵組手中已經有這些證據資料 但是還是不作為也沒有將他羈押 那這樣你怎麼對得起吳錦茂 顯見你的辦案的標準 他是不一致 我在這裡特別再舉一個例子 王立寧的案子 不曉得大家還記不記得 當時為什麼要羈押王立寧 就是只因為檢察官 找到了他的秘書的一個簡訊 就一通簡訊 就把王立寧給羈押 所以其實證據資料 因為以這樣這麼大的案件來講 他們早就做好一些處理 能夠得到這份資料是得來不易 但是我們沒有看到特徵組有進一步 將這麼寶貴的資料 做一些後續的資料 今天民眾他所質疑的點是在於說 想要瞭解陳志忠以及扁家 他們在海外的資產到底是有多少錢 我覺得特徵組應該給人民一個交代 我心裡就覺得好笑 因為這封信早就在特徵組那裡了 杜立平被聲壓沒有成功之後 要去自殺沒有成功 然後跑到特徵組 把他所製造的一些東西 交給特徵組 表示說他要講實話 其中就有這封信 那這封信特徵組拿到之後呢 馬上傳陳志忠來 陳志忠來的時候 當庭承認這封信就是他寫的 這封信表示什麼 表示陳志忠那時候企圖隱瞞真相 這是看得出來的 那其中就有了 那時候陳志忠被傳喚的時候 是洗錢案的被告 洗錢案的被告 一般的被告當然會說謊 那我不是說陳志忠說謊是對的 但是陳志忠說謊 本來就是人之堂青 要把這個時空轉到 當初潛水扁案還沒有起訴之前 陳志忠當時被傳的時候 但是陳志忠那時候如果說謊 杜立平這個東西提出去 有可能被受壓 但是他是承認說 這封信就是他寫的 在這種情況下 你說把陳志忠壓下來嗎 那這封信本來就是 97年的事情了嘛 那現在是因為現在曝光 而不是說以前沒有 那為什麼曝光呢 現在也沒有偵察不公開的問題 因為案子已經起訴了 這個案子已經起訴了 黃世民來當檢察總長 他會不會調查這個案子 當然不會 因為這個案子已經被特徵主起訴 又被判刑 一夜已經起訴判刑的案件 你知道他怎麼查 沒有辦法查 那胡中信想說 他估計有100億 100億怎麼來的 特徵主不是沒有查陳水扁海外的帳戶耶 在美國的資產 有沒有查 當然有 有查 怎麼查 透過美國國土安全部查 美國國土安全部把資料 有送回特徵主 裡面他們掌握的匾加 包括陳水扁海外的陳志忠 他們匾加所有的帳號 除非國土 美國國土安全部沒有查清楚 否則他們告訴特徵主的事 200萬美金 200萬美金 只有200萬美金 對 回來的資料是200萬美金 我不曉得胡中信 你知道100億是怎麼估出來的 那這200 我不曉得 特徵主不可能派人到美國去查案 黃世民 我同意 黃世民如果要去總長 人民要不要同意的時候 立法院會問他 當然問他這個案子要不要繼續查 當然要繼續查 當然要繼續查 因為我們不相信美國國土安全部 把所有資料都查得很清楚 但是你現在也沒有其他東西 所以他還有多少財產 多少財產 我覺得用這樣子會害死黃世民 來 現在律師講 來 對 其實我覺得兩點回應 第一點是有關於說 對 這封信陳志忠他已經承認 可是對於說他到底有沒有 就剛剛一鴻大哥講 有一千多筆哪些是屬於陳志忠 隱匿在海外的資產 我們並不清楚 所以他到底在特徵組 偵訊的時候有沒有講 他是承認說這張信函 Email是他放 可是在美國的資產 他到底有沒有具實 坦白的跟特徵組講 這是第一個我要強調的重點 第二點是有關於 黃世民可不可以繼續查 當然可以繼續查 特徵組檢察官 可以再追加犯罪事實 目前這個案子並沒有確認 所以只是在看說 黃世民有沒有決心 可以繼續往下查 因為你如果沒有去查 你怎麼知道 能不能找到一些相關證據資料 至少這封信函 他透露一個訊息 就是表示陳志忠在海外 是有一些資產 但具體的金額 老實講我並不曉得 我只是從這個信函的內容 覺得是有很多疑問 可以容許特徵組 之前可能他們不夠用心去查 但是我們期許 新的特徵組就是檢察中長 能夠努力去搞不好 就可以有一些的機會 可以發現到 事實上他在海外資產有多少 我覺得這裡是有這個機會 我這裡要強調是 如果就針對洗錢的被告來講 事實上對陳志忠跟吳錦茂 他的標準就是不一致啊 吳錦茂沒有這個問題 他被羈押53天 但是陳志忠有這個問題 融合這個問題 我們需要特徵組檢察官 再把它訊問清楚 但是從這個信件裡面 就覺得有很多疑問點 我們期許黃世民特徵組檢察官 可以辦案的標準都一致 我們昨天在討論是說 擔心是我們誤會了陳志忠 那今天看起來是有的 就確認這個信件是這樣寫的 那我們現在有兩個疑問點 一個從這封信裡面 到底有沒有弄清楚 他在美國的資產 這是一個 第二個現在是律師提出來 那當初包括王寧玲 收壓的問題 包括武警報收壓的問題 你當初如果有這個信 當初為什麼沒有收壓陳志忠 其實陳志忠這一封信 如果他今天看他說話 就是他也承認這一封信 那杜立平當然也是在 特徵組就說了 這封信是從他那裡來 表示陳志忠在洗錢案裡頭 的確不是人頭 他是指揮調度 而且對於事件的細節 他自己都親自操作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看法 那當然特徵組的確 已經有一部分交代 就是在起訴書裡頭 有關Pegasus這一家公司的定位是什麼 這家Pegasus公司呢 在特徵組的起訴裡頭 就是說他因為到 Virginia大學就讀 所以呢他從 這很複雜 從威格林到 Alvaro到 Brabel到 West Street到最後 又從 Brabel到 現在我們給他看一下 事實上 有交代就是這四行字 我們幫大家找出來 騎士書的第47 一共上面 因為陳志忠要去美國的 維吉尼亞大學 就讀 他就想到說 學校附近啊 要買一個房地產 所以他97年的 6月26號 開了這家叫做 賀彩公司的帳號裡面 匯了多少錢 57萬5千塊 去成立的這一家公司 這是我們昨天一直在談的 這家公司 這家公司去買了一個房子 我們現在問的啊 第一個 這樣就交代清楚嘛 第二個這家公司有沒有清查 有沒有其他問題 是 的確喔 這個 特徵組把Pegasus這家公司 定位為只是去 維吉尼亞大學 就讀的時候 去買房子的帳戶 那可是事實上 大家有興趣的部分 是在說 在從他2005年結婚以後 一直到這個時間點 這些帳戶一一開戶的過程裡頭 到底是誰把錢送進去 除了陳志忠自己這樣轉移帳戶以外 有沒有別的 比如說牽涉到二次經改的一些企業 或是說其他的企業主 有沒有利用他結婚的時候 匯錢匯到美國的這些帳戶 其實特徵組要查的 不是只是這樣子一個過程裡 還是要告訴大家說 這些匯錢的過程裡頭 他們是不是全部掌握了 那也當然是一虹兄剛提到 美國國土安全部 其實就是我們現在 也不是完全清楚說 特徵組是不是掌握了 陳志忠在美國所有 他曾經使用過的帳戶 然後這些帳戶的關係 跟後來的法院說 他其實有貪污嫌疑 這個關係要連接 因為現在都還是在洗錢 這個案子裡頭去討論 可是這個洗錢的前一個 就是他的這個 不法所得的這個過程 或是這個錢的來源 是不是後面的企業家 跟他的父親當時候做總統的時候 有沒有對價關係 這一部分其實是 特徵組在未來 不管是什麼情況底下 還是要給這個社會 還有一個交代 因為這一些傳聞 在社會裡頭 大家是 是有耳聞的 來 補哥 只有三點 我們不是在做法學研究所的論辯 我只提出三點 第一點 新任總長黃世民即將上任 請他重新調查 從這方信所透露訊息 我尊重他的判斷 第二點 我剛剛已經說過了 替陳志忠在美國洗錢的人 已經被美國警方跟警方擠壓 第三 從各種訊息顯示 包括蔡正元都公開承認 我有我的消息 很多金控公司 是在美國付款的 這些訊息都還沒有在其處出現 這些都有待 新任總長重新調查 你拿出來之後 陳志忠說他有寫這封信 對不對 那這封信到底裡面講的公司 跟財產弄清楚了沒有 這是一個點對不對 對 第二個就是素子一直在講的 那當初 他點頭之後 現在就是有比較王靈寧 比較其他人 到底公不公平 有沒有一致性的問題 其實我覺得有一點要去注意一點 就是說特徵組當然有查 然後他 我現在這一點就是說 查不能夠只查一半 要查要全部查 他當然起訴啦 洗錢案件是起訴了 可是洗錢案件的起訴 跟我們現在在講 這封信函的其他相關的資訊 他是有程度上的不一樣 我們希望的是說 檢查總長如果新任命以後 針對這封訊息裡面 有一些新的發現 他可以再重新調查 我覺得跟一鴻大哥 並沒有衝突 大鴻大哥 已經問了兩次有100億 我們就請黃世民檢查總長 重新調查 不願意提供我的資料 就這樣子 我不願意做這種論辯 我覺得我們要讓新總長 重新重新調查 這是我的目的而已 好 我們休息一下 待會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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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會兒